今天我们不打架 我们打个赌 我赌二哥的眼睛今天能治好 小神医也会安然无恙 好啊 你想赌什么 就赌这天启城 这赌局还未有这么大 区区一双消虫的眼睛 配不上这天启城 天启城的赌局还在后头 不妨我先要个彩头 若是我赢了 你的那座雪落山庄 就是我的了 你从小就想跟我抢 区区一个宅邸而已 到现在还放心 当年我也说过 终有一天我会抢回来 所有的一切 那倘若是我赢了呢 你提 若是我赢了 把我朋友的消息给我 六哥 你还是这么的聪明 我再问你 赌 还是不赌 好 我奉陪 我奉陪 你什么 救命 师父 快走 师父 虎欣 你好好看看你的眼前 那是萧瑟 那是你的兄弟啊 没用的 他跟方才五个杀手一样 失去意识了 这一个打我们四个 这比剑下还先了吧 不信 不信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刚刚喊我什么 无信 这是给你们备的衣服 一会儿换上 为什么要换衣服呀 萧瑟不是皇子吗 我跟着他进去不就行了 白天进宫是不需要换的 但现在是晚上 宫进之后 任何人不得进去 再说你们去的是后宫 他又是皇子 更得避嫌 哦 好吧 这怎么是女人的衣服啊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你们去的是后宫 只有打扮成宫女 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但是我们两个大男人 你穿人的宫女的模样 这不更令人注意吗 小苏 你怎么看起来 非但不纠结 还一脸期待的样子 你哪来这么多话呀 你现在话多 说明你特别兴奋 穿女装值得你这么兴奋吗 你早知道穿女装 就让千鲁拾起来 小苏 你很有天分啊你 闭嘴你个白痴 不准说出去 小苏 咱们真被人给发现了吗 什么人 人杀你 是你 你怎么在皇宫中 小苏 要爹 我 你把你打过来 这样的帐法 这样的功力 绝对没所 捡月公公 就算 让终而还你的恩情了 你们快走吧 走 你是谁 徐怀公 可是 师父已经死了 我明明验过他的尸身 你究竟是谁 你又何必如此 你的意思是 杀死锦玉的 在我们四人之中 这话可不当说啊 我不是浊青大剑的弟子 更不会什么徐怀公了 不信你们可以试试我 可是你的师父并没有死 他是浊青的师弟 这么些年来 也应该悟出了什么吧 长相剑 你这是诛心之论啊 那要照你这么说 全天下的人都有嫌疑了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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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 住手 我的好朋友死了 我诛什么都不为过 金心 是你 纵使太过悲伤 也不该说这样的话 是琴仙冒失了 但是琴仙的话并不收回 儿师父 其实你并不有趣 可如果这个世上 少了你这样的人 该是多无趣啊 白王殿下 还请节哀啊 我曾经问过你 为什么选择我 为什么选择我这个 偏偏瞎了眼的皇子 而你却告诉我 你选择我 并不是希望我登基 享受荣华 而是因为 你觉得值得 我知道二叔父为何而死 这个皇位 我可以不要 但这个仇 我一定会报 这就算有卷轴 也改变不了所有啊 将军 十六岁从军 从一个小小的巡街校尉 变成了如今的 北黎大将军 但是 将军的两位固有 都已经相继离去了 一个 死在了战场上 甚至连尸首都不能回到故土 另一个死在了法场上 还背负了透天的罪名 将军 难道不想为他们两个 做点儿什么吗 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想说什么 立刻说完 最好的选择 我已经替将军 寻到了 只要将军一声令下 把兵天启 可待了 救救我弟弟好不好 殿下 不是微臣不救之 微臣也是 福里回天 爱莫能助啊 您救救他吧 殿下 请回吧 他是在那一日死的吗 流产在外面的说法是 在那个大雪夜里 我跪在门口 苦苦地哀求 那个太医 两个时辰 虽然我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子 但是这样的贵礼 对一个太医来说 不是能够承受得起的 最后 把我弟弟从鬼门关 拉了回来 陛下 你是个重情义的人 但那是假的 那是孤 让太医对外说出去的故事 实际的情况是 那天晚上 孤跪了两个时辰 但她还是坚持要走 于是我拔除了 母后留下的那兵长剑 我一箭上去 从那一刻起 我发誓 我再也不要做 无人问津的皇子 在这次她和赤王的争斗之中 我不看好她 可父亲明明之前很看重她 我看重她是为了看着她 就像当年我看着狼牙王 有能力 有魄力 但是没有足够的狠心 狼牙王什么结局 狼牙王死了 被她的亲兄弟杀死了 同样的事情 我不想看到第二次 只是因为肖色 从来不接受父亲的扶持吗 闺女 有一个道理你要明白 她毕竟是肖若瑾的儿子 不管怎么样 狼牙王只是她的皇叔 她已经做得很好了 狼牙王也没看错她 但是你爹我 不想再等了 我不同意父亲的看法 既然你认为一件事情是对的 那么坚持下去便是了 我知道你心中所想 你忍了很多年 忍得不过是你没有写下的那个词 而那件事 本来就是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